米萱喵 咳咳 各位同学大家晚安 我是錫老师 首先呢代表点补卖 ihnen欢迎大家来参加 今天下午 的一個收編會 我們今天的收編會呢 我想 只要的是以 環保署 環保署要招考儲備 駕駛 那如果說我們同學對於 其他的考試 其他公職考試例如宜兵特考 鐵路特考等有興趣 那可以等到呢 我們儲備駕駛講完以後 再繼續留下來 我們再來進行講解這樣好不好 好 那我們台北新北市 新北市呢這次 招考 儲備駕駛 那我們 他的簡章 目前是公告在新北市的一個網站 那我們大概說明一下 他一個工作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的一個招考 他說 這次是 招考儲備的環保車輛駕駛 我只是在討論 我們現在要在討論 一看 就算了 有 是 我們現在要在討論 我們現在要在討論 儲備的環保車輛駕駕駛 然後他說他是在新北市29區 我們新北市總共分為29個行政區 然後呢來擔任 環保車輛駕駛的工作 那主要的就是我們知道就是 清潔隊他有一個環保車啦 只要就是開環保車的工作 所以我們同學如果有興趣你才來報考 不然的話你考上了 對這個工作沒有興趣那就百搭了對不對 這第一個是有關於工作內容 第二個報名資格 第一個協力的部分他倒是很輕 就是只要國小畢業就可以了 所以協力的部分就不講了 那有一個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說你要職業 大貨車以上 駕照 職業大貨車通常呢 如果你現在只有大貨車的話那是比較簡單的你這幾天可能可以去考一個什麼 就考個機械常識就可以取得職業大貨車了 那如果你只有小貨車 那可能要依照規定他好像三個月以後才可以 持有以後才可以考 那你看看能不能報名 所以呢如果你要準備你要先去報名 那現在已經報名中 那報名有兩個一個是什麼 書面的就是用書面的用季線的去報名 另外一個呢直接去 那個新北市的市政府來報名 所以呢你要準備你最好怎麼樣 先去報名看看 符合資格你才來準備 不然你會 白花很多時間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要怎麼樣 要將戶籍 簽到新北市 如果你現在 不是新北市市民的話呢 那你必須要 無論你住的是台北市或高雄市 你必須要 這幾天呢將 你的戶籍 簽到新北市 才可以報考 這是報名的 資格 換句話說這個應該只要你簽戶口 隨時都可以完成 這倒是沒有問題啦 所以最大的問題可能就是 職業大貨車的 駕照 那考試考什麼呢 考試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呢 比試家庭測驗 第二階段是 入考 那比試他考兩科 一個是 環保常識 另外一個是交通法規 第二科 第二科喔 你也可以直接翻閱那個 緊張的內容 第二科 他考的是 道路的 交通規則 這兩科呢 這兩科呢 這個是占30% 這是占30% 全部都是選擇體 都電腦夜券 那我想呢 道路交通 道路交通規則大家應該沒有問題 為什麼 你去考駕照一定就考這個 但是呢 你最好能夠考100分 對不對 如果你駕照沒有考100分 你要怎麼樣 練熟一點 因為100分其實不難 那另外一個呢 環保常識 環保常識 他題目其實也很簡單 也並不是很難 那當然 就盡量能夠爭取100分的機會 然後 再來 路考 體能測驗 體能測驗呢 他是分為男生跟女生 他是男生背25公斤的沙包 然後跑呢 20公尺來回就跑40公尺 那女生的話呢 他是輕一點 但是男女平等 所以女生會蠻吃虧的 女生背了20公斤一樣要跟男生來競爭 所以對這一次的考試好像對女生是比較 不利的 那男生就是說 25公斤 然後呢 跑40公尺 跑 那20公斤 跑25公斤跑40公尺 怎麼來算分數 最短的秒數那位同學是得100分 跑最差的是得0分 其他按照這個比例來算 所以路考 其實呢 重要不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總共呢 他錄取多少人 他在第4裡面呢 他是錄取了 300多人 300多人以後呢 然後再來參加我們的 第2試 所以呢 你第1個你就要先通過 第4 那第4呢 最好你這兩顆都能夠考100分 最多你就錯1、2題 不要錯太多 因為 畢竟呢你看 佔多少 看一下 不好意思喔 這個再更正一下喔 這比試的部分喔 他是 佔 總共佔30% 那這個是各佔50 各佔50 換句話說每一顆其實只佔多少 15% 15% 也就是說 比試 佔30 然後體能測驗佔30 路考佔40% 所以你比試的話呢 盡可能的要考高分 然後體能測驗更是結算的重點 那體能測驗呢有同學問喔 那體能測驗怎麼辦 你一定要訓練 不管你是在家裡訓練也好 或者是像我們補習班有提供 教練喔 通常我們 幾次都是去哪裡 像去台北 田徑場或者市連的運動中心 那都是國際的標準的一個場地 然後請教練 來訓練 請教練的訓練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 他會先教你做卵操 避免運動傷害 然後他會教你呢 比如說扛沙包一個藥領 讓你能夠進步 第三個呢 通常 通常 他還會做一個軟 就說操 你才可以盡量的避免運動的傷害 尤其喔如果你沒有進過這樣的訓練的話呢 你的成績通常會蠻差了 不管喔你體格怎麼好 你要拿到前面的成績 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如果在家裡練習 可以不可以 在家裡也可以自有練習 但是你要很小心 因為你沒有教練一個幫忙齁 你可能要怎麼樣 除非說你本來就是 有學過的齁 你是體育系的那樣練到別人 不然的話你要小心 運動的傷害 你要注意一下 運動傷害是 還蠻重要的 因為很多同學為了 做體能測驗 就會發生運動傷害 所以呢 這幾科來講 第一次當然很重要 你沒有300多名以內 你就沒有辦法通過第一次 而且呢就算你通過了 你成績不夠好 你可能還是會被刷下來 所以無論是比試 或者是呢 是體能測驗 都需要一個訓練 那訓練要不要補習 像那個環保署 環保局 有一些關聯說 不要補習 自己練習就好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你 就是說 你筆試要自己練 在家裡呢 一定要練 你沒有自己練呢 你一定不會 錄取 那如果說 來補習的話 那當然就是有老師的一個 像我們 所開的課程 環保署 環保常識的部分已經開過五堂課 再加上三堂 總共有多少 八堂課 所以呢 我們現在提供的一個 就是說有五堂課是DVD 就是有關於 環保常識 這五 加一 加一個體庫班 那大陸交通規則呢 總共是開兩堂 因為它練我們比較 少一點 所以總共幾堂 總共比試的部分 是八堂 那八堂的部分喔 你盡量要拿高分喔 這樣比較 有機會 可以獲得高分 那再來呢 就是說 體能測驗 你一定要怎麼樣 至少你要 你比試如果很高分的話 那你體能測最好能夠落在 200名以內 因為它只遭110名 而且裡面還包括炎柱面的 球 那當然100名以內是比較安全的 那再來就是路考 那路考我們知道就開那個什麼 環保車 那環保車的話應該 如果說你平時有在開車的話 會比較占便宜 如果你很生疏 那你路考大概會完蛋 所以呢 有空的話還是要 他有地址嘛 有那個教練場 你有空 可以怎麼樣 或者你通過筆試 你弄得筆試沒問題 你再去 自己練習一下 這路考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說 他的待遇的部分 我們看他的 待遇喔 就是我們 他錄取的名額是110名 110名 那 他的工作待遇 鮮北市零食人員的基本薪水是22597 但是呢 這是 因為他是 用零食業顧人員來 聘用的 但是他還有個 加急 這加急呢 就清潔隊的 如果沒有擴發獎金的話 他有個6000塊 另外呢 他還有一個 安全駕駛的獎金 600塊 所以合起來大概是有2萬9 那2萬9你可能會覺得還蠻少的 那其實呢 他另外可能還有一些加班費 如果說你只是要一個 零食的營工來講 憶故人員 那當然是不值得考 可是呢如果說 像他們現在 他之前的零食憶故 後來呢 整批的 又通過了 他變成一個對內的 幾乎 百分之九十幾 全部錄取 變成正值 他們現在的環保車駕駛 大概會將近5萬塊 一些 所以 你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說 如果剛開始 如果你錄取了 薪水並沒有那麼的高 你是不是要做 然後在裡面 等機會 因為至少你是對外招考進去的 你沒有人錢的包袱 跟壓力 以前呢零食人員 當然都是一些什麼 人家介紹進去的 都有人事背景 那這一次呢 難得他是 對外招考 薪水的確會比較少 你可能要撐得久 希望 一定要找機會 變成正值的人 或者是呢 你不只是 只考 就環保署等正值 因為薪水4萬塊還蠻高的 或者你也可以考 像養路工程 鐵路的養路工程 他有一些職業 一樣要扛沙包的 而且 準備起來 因為你有一個固定的工作 準備起來 比較 能夠有安定的工作 來準備 其他公職的考試 或準備 郵差 或準備其他考試 也可以 所以我們同學 所以我們同學第一個 你對這個工作 如果你考上臨時業務人員 薪水沒有那麼高的情況之下 你是不是 可以接受 或者是你是不是可以考慮 在等 考上了 再來等 升正值的人員的 機會 第二個 如果 你在硬考的過程當中 你的筆試 他都雖然簡單 你要拿高溫其實並不容易 我們知道我們去 參加 參加筆試 就參加那個 駕照的筆試 其實沒有一個人 但一百分有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拿到一百分 你要很用心的 所以筆試也要兼顧 再來呢 體能測驗 那真的是會差很多 你一定要訓練 雖然時間很短 但是你沒有訓練一定不可能會錄取 因為習老師有帶過很多這樣一個班的 機會 但是訓練體能這些我們最怕怎麼樣 發生運動傷害 就算你在我們 補習班訓練 我們也很擔心 為什麼 因為那個一超 很容易受傷 所以呢 我們現在安排是在 10月22號 下午2點 在哪裡 在4點運動中心 我們會聘請教練來做訓練 當天如果你有參加訓練的話 你還是要很小心 雖然他有做卵操做很多 但是你一旦呢 你受傷了你連考都不可能會錄取 我們很多同學 我們很多同學 自己在跑步或做其他的 信念的過程就受傷了 你看很可惜 有的 還是很難考了 因為現在公子 不只是我們環保局要考體能測驗 像鐵路特考 甚至呢 醫院特考 連調查體特考都很強調 體能測驗 當然他不一定扛沙包 他有些是跑步 很容易受傷 所以 不管你自己練習也要好 參加我們班裡 的一個有教練的訓練也好 都要很小心 安全 你如果沒有訓練 沒有錄取的機會 訓練了 你要如果你受傷了 也不會有錄取的機會 所以你要很注意 訓練的過程絕對 不能受傷 不然就勤功勤契 搞不好怎麼樣 受傷了 運動傷害有的時候很臨重 你不要小看他 搞不好弄得終身殘悔 因為希老師講這個好像是太嚴重了 但是 你一定要注意 還是 不能太勉強 就是說你要速度的 慢慢的一個來 加強 當然經過訓練呢 當然會差很多 因為我們 之前呢 有人 跑 那時候是15公斤 然後跑40公尺 甚至怎麼樣 可以達到 剛開始可能是15秒 後來甚至有同學可以打12秒多 那個進步就非常的省數 當然比較可惜的就是時間很短 那時間很短你要進步非常的難 那怎麼辦呢 你就是 你如果有做訓練 你平時就要開始 如果有先準備現在要開始了 那 你不要再等22號 你平常就要做 養後期做伏地挺身 甚至呢速度的 半跑 都要做開始了 但是一定要避免運動傷害 所以那個進步並沒有那麼快 但是呢 你只要用先 其實還好 還有一二十天的時間 因為 是11月6號才考 還有一段時間 其實呢 還是有機會的 這是我們有管理這一次 新北市 持備駕駛的一個 招考 好 看看到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